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大兴 之前咱们拍了一个打假山寨饮料的视频 那个视频的数据肯定还是挺好的 那说明很多粉丝还是喜欢看这类的视频 那这回呢 我就次居之在网上买了6种山寨饮料 那今天咱们再来打一波假 另外呢 再说一句题外话 有很多粉丝众望期待的真打假系列 素材已经买了 正在路上 所以朋友们 敬请期待就好 OK那这话不多说啊 咱们进入主题 第一款东西啊 不知道各位喝没喝过 叫做旺仔凉茶 上一回我们也买过一个叫做旺仔ad盖 但那个东西呢 跟ad盖其实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一个是ad盖制品 一个是鲁酸菌制品 那买的这个旺仔凉茶呢 同样也是一个道理 名字写的旺仔凉茶 品牌也是 但制造商的名字叫做四川旺路食品有限公司 不过呢 我查了一下 这个四川旺路呢 跟旺旺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凉茶的话呢 虽然说仿的是王老吉 但是其实就是给人一个错觉 让他以为是旺旺出品的 但其实并不是 哇 这俩饮料 你们对比一下 这两个上面都是有这种气泡的啊 颜色的话呢 几乎相同 左边这个颜色深一点 右边稍微淡一点点 诶 这个竟然还可以 哇 这俩味道真的很像啊 不能说神似啊 只能说一模一样啊 这个味道 一般咱们之前评测的那个三战饮料 不都是什么味道稍微淡一点 或者就是糖分加的多一点 不过这款饮料是我第一次喝啊 跟正品味道差不多的 怪不得味道差不多 这俩配料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包括这个能量表也是一样 百分之二零零三零 百分之二零零三零 这个凉茶的话呢 花了十八块八毛钱 买了八罐 一罐的话呢 就两块多钱 王老吉的话呢 是四块钱一瓶 在同样味道的情况下 这价格差了一倍 你要是我啊 我还真会选这个旺仔凉茶 真的 它便宜啊 哦 第二个 朋友们给你们一秒钟的时间 你们猜一下 它模仿的是哪一家饮料 你看这两个放在一起 你不仔细看 真的看不出来啊 把logo一挡啊 你们看一下 我估计应该是猜不出来了 颜色看起来呢 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样的 都是这种白色透明的 嗯 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喝过麦动这款饮料了 我刚刚第一口喝的是月牛 给我的第一口感觉 就跟那个麦动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但当我喝了麦动以后 我都发现 这两个味道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但甜度的话呢 这个月牛会稍微的 别那么一丢丢 这个麦动上面写的是低糖 然后这个写的是叫 维生素强化风味饮料 真的是多喝几口 你会觉得它这个东西越喝越假 很像是里面加了那个甜蜜素的味道 但是甜蜜素加的不多 就是清零味会比较多一点 因为这俩都是清零味的嘛 然后这个价格一箱花了39块9 15瓶 一瓶的话呢 就两块三毛钱左右 卖中的话呢 应该好像就是四块钱 不过我觉得对比正品价格呢 便宜了一半 味道的话呢 其实做了应该有个60% 就是比较像的 就是那个甜味啊 欺骗了大家 所以就像它这个牌子一样 想要越做越牛 还是得下点功夫啊 来朋友们一个正品一个防品 你们觉得哪个是正品 哪个是防品 这模仿的是哪一块东西 我就不说了啊 我从小喝到大 这两个饮料 其实从正面来看呢 其实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这个正品的话呢 全部都是字啊 最主要还有一个这个 这俩倒出来都不是一个颜色 两个都号称是椰质啊 一个倒出来黄颜色 一个倒出来白颜色 这个防品防得真像啊 哇 这个防得真像 确实像 真的喝起来有一股椰汁的味道啊 然后还有一点点奶的那种味道 这个正品的话呢 真的 味道没有那么的浓 有可能是跟它这个号称上面 鲜榨 不用椰浆 不加香精 这个有关系啊 喝起来就跟那个普通的椰汁水一样 因为椰汁水呢 其实喝起来也是没什么味道 就一点点的那种甜味 不过这一款的话呢 喝的味道确实是好 一股椰汁 然后还有奶香的那种味道 哪一个好喝 你就直接说就行了 这个好喝 这个好喝 那个不是很好喝 这个白色的感觉有点假 感觉这个更蠢一点 是吧 这不是我一个人觉得啊 这个防品确实是好吃 咱再尝尝这两个 这两个有一个是真的 对 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不是你为什么要一个冰一个不冰呢 哪个是冰的 这个是冰的 那这个是真的 两个喝不出来是吧 不是 拿走拿走拿走 很忘卖 来第四款 朋友们第四款东西 其实恕我抱歉 当地买不到这个东西 这个正品的话呢 是叫做黑卡六小时 但这个防品的话呢 叫做金卡八小时 包装的话呢 其实仿得是一模一样的 如果有喝过这款饮料的朋友们 可以扣个1 因为我在线下不知道为什么 早遍了全市都买不到这个饮料 我们就简单喝一下啊 倒出来这个颜色呢 是这种黄黄的 这没有对比性 确实看不出来 好 行了 不用测了啊 跟水一样的味道 真的 正品的话呢 其实我都喝过了 那味道特别特别的浓 但这玩意还金卡八小时 都抵不住人家六小时 真的 好 第五款 朋友们 这款饮料 你们应该都认识吧 那我相信肯定 很多人都已经知道 仿的是什么啊 反正就是这个美之园果粒层 但是啊 它这个反正是老包装 新包装的话呢 已经改成这个样子了 不过不得不说啊 这款东西真的跟老包装几乎相同 当时我第一下拿出来的时候 我还以为我买到的是正品啊 仔细一看才知道 正品叫做美之园 它这个叫果粒园 层果粒层 你搁这搁这呢 这里面是有果粒的 这里面是没有果粒的 而且啊 这俩东西 你看啊 这个是特别浓的 这个是比较淡的跟水一样 这个浓的跟糕一样 看到没 哎 它这个味道还是有一点点像的 就是一点点 哇 还是咱们正品好喝啊 这个喝到底的话 其实是有果粒的 这个东西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商家给我卖的是那个原浆啊 摇晃的话呢 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看得清楚啊 它就是很浓稠的 还挂杯 这个价格的话呢 是27块钱 15瓶 一瓶的话呢 还不到2块钱 包装我估计可能就只1块5 这里面的饮料最多只3毛 好嘞 最后一款啊 这个是冰糖雪梨 反正其实就是统一的老包装 康师傅呢是长这个样子的 四方形的 它绑的是统一的 统一的是这种圆柱形的 其实这两个牌子的颜色呢 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都是这种比较黄的 但这款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 它这个颜色就特别淡 果然倒出来的颜色完全也是不一样的 这两个颜色啊 一个绿一点点 一个黄一点点 朋友们给你们3秒钟的时间 你们觉得哪一个是正品 哪一个是黄品 哇 一口润心肺 这两味道差不多 真的 这个是正品 这个是防品 冰糖雪梨啊 大家都知道 入口的话 其实是有一种那种 很浓的那种雪梨的味道 两个都是有的 然后后面回甘是一种甜味嘛 这两个回甘也是一样的 但是味道相同 但是口感的话 其实这两个还是有区别的 一个喝进去就是很自然的那种感觉 另外一个喝进去就是感觉像是正品 但是又说不上来哪里怪怪的那种感觉 有可能是它这个原料的问题 因为它这个仔细一喝 其实是能尝出来那种 不知道是甜蜜素还是香精 香精应该是没有 就是甜蜜素的味道 来我再喝喝康师傅的啊 我觉得统一的更好喝 不知道为什么 当然这个康师傅看到别打我啊 真的 我个人觉得这个统一稍微更好喝一点 统一记得打钱啊 价格是23块5毛钱 15瓶 一瓶的话呢 1块5毛钱 那这个正品的话一瓶是3块嘛 就也是便宜一半的价格 虽然说味道像了 但是口感的话呢 其实还是不一样的 不过今天这个视频呢 我们还是有收获的 这两个东西啊 一个喝起来几乎相同 另外一个就是味道 是比正品还要好的 我是真的第一次打假 从这种情况真的是 凉茶的话呢 我可以建议各位买来尝一下 但这个椰汁的话呢 就不太建议 因为椰汁它喝起来是很甜的 那种奶香味 虽然说很讨喜 但是我觉得肯定很容易发胖 所以呢 还是喝这个正品的稍微好一点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 不要忘记帮这个视频点赞支持一波 那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